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由叶曼峰为你报道新闻 首先是内容提要 台海局势紧张 美航母群驶入南中国海 特赦隐瞒千人计划参与者 全司法部再讨论 拜登政府对未来疫情无能为力 秘公不诚实 镜头前套真言 拜登不知道自己在签什么 欧中投资协定 欧盟人权换贸易 大选后过半美国人不相信媒体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1月23日 中共军方把一架轰炸机 四架战斗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规模之大为历年之序 美国方面在发表声明敦促北京停止施压台湾的同时 同一日美国军方以罗斯福号航母为首的航母群 已经进入南中国海以推广海洋自由 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航母打击群已经在星期六进入南中国海 中方声称南中国海大部分属于中国 美方说航母舰队在进行临行行动 以确保海洋自由 建立促进海上安全的伙伴关系 该声明引述攻击南群司令海军少将杜格韦利西摩的说话 他说我在30年的职业生涯中穿越了很多水域之后 很高兴再次来到南中国海进行临行活动 促进海洋自由并令到盟友和伙伴们放心 韦利西摩在声明中说 由于世界三分之二的贸易都通过这个非常重要的地区 因此维持我们存在 并继续促进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至关重要 这会令到我们所有人得到以繁荣发展 这一点至关重要 声明还说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章与Ticonderoga级的导弹巡航航 Bunker Hill号 和Aliberg级的导弹驱航 Russell号和John Finn号相伴随 中方一再抱怨 美国海军军舰靠近南中国海 由中国控制的岛居 同时又继续对台湾的恐吓、骚扰 近几个月来 中共军机几乎每天 都是在台湾南部和台湾控制的 东沙群岛之间的水域上空飞行 但是他们通常只有一两架侦察机 好似23号那麽多战斗机参与并不尋常 因为发生在拜登上台近三天 外界推测 这可能是中共在试探拜登的反应 有评论认为 这个实际亦是中共准备军事反撲的一个信号 如果美国能够及时延续强势的威胁力 应该能够继续吓中共 若美军有所犹豫 甚至有所退让 中共很可能会变本加厉 这样2021年美中军事冲突的风险将显著升高 拜登的国务卿提名候选人 安东尼·布林肯 星期二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承认 毫无疑问 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美国科技人员被中共招募参与千人计划 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大隐患 拜登的司法部高级官员 包括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 约翰大默斯John Demers 在最近几个月 在考虑一项特赦计划 对隐瞒千人计划的美国研究人员 执行如实申请换既往不救 允许美国学者披露过去收受外国之助 而不必担心因暴露而受惩罚 华尔加日报 报道22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 特赦提案类似十多年前联邦政府的一项计划 该计划指在鼓励 拥有瑞士户口帐户的美国人 报告这些帐户 当时美国国税局正在加紧努力 追回因海外逃税而损失的数十亿美元 报道说 司法部官员对特赦计划的解释是 美国政府为了解决既支持国际学术合作 又能同时确保研究人员披露外国资金来源的问题 美国允许学术界与外国实体合作 并接受他们的资金 但在申请美国政府撥款时 要求相关人员必须披露这些关系 但拜登政府这一个宽松措施 容易造成的安全漏洞引起担忧 川普时期的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千人计划是由中国政府设立 旨在招募能接触或了解外国技术或智慧产权的人 背后的动机不言而遇 之前川普政府曾经一直采取行动 对多个与中国政府有关系的实体 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美国学术研究经费的行为进行打击 同时警告美国大学 警惕校园内的中共渗透行为 美国政府也起诉多名学者 研究人员和科学家 指控他们与中共合作 蝕取美国的商业机密 拜登上任前不断攻击川普政府的防疫抗疫政策 并许诺他当选后 会对COVID-19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 但拜登日前在白宫表示 未来几个月政府对疫情无能为力 他们无法改变未来几个月中的疫情走向 根据他的经济团队分析 目前美国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 未出现好转而是在恶化中 另外美国CNN有一份报告称 消息人士与CNN说 拜登宣誓就职 他的顾问没有承计任何 川普政府的冠状病毒疫苗分配计划 《华盛顿观察家报》批评拜登政府不诚实 前物资金自由意志党众议员 贾斯汀·亚马什·Justin Amish 在推特说 而拜登刚刚就职两天 就一口气推翻川普政府的多项政策 例如大赦非法移民 重回巴黎协议 推行全球主义议程 终结美国优先 取消加拿大输油管 禁止业岩油和沿海开彩 改变川普的自由经济政策等 拜登的新命令 不但牵涉加美两国6万个就业机会 造成十数亿美元的损失 而且令美国倒回到奥巴马时代 引起美国民众和国方不满 不少投票给拜登的选民 都在社交网站上表示后悔 感觉自己被欺骗和被背叛 但《美国国家档案》23日报道 一段公开的视频显示 其实很多时候拜登不知道自己签署什么 在这个视频里 可以看到拜登坐在办公桌前签署文件 但他竟然在镜头前自言自语地说 我不知道我要签署什么 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旁边提醒他 无论如何都要签署 于是他继续签署自己都不知道的行政命令 报道说在全国范围内 大家对拜登的认知能力明显下降 感到担忧 无数次的失误和行为不规律的事件 已经成为拜登在公共场合露面时的主要内容 1月22日星期五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公布了 欧中全面投资协定的部分内容 欧盟取得了中国市场准确及改善竞争环境的承诺 但中共并没有实质承诺 将批准禁止强迫劳动国际公约 该协定在未来需要经过欧洲议会的通过才可以实施 但目前已经引起不少欧洲议会议员的反对 声称感会伤害欧盟捍卫人权的声语 在该协定中 对于禁止强迫劳动国际公约 中共并未给予实质的承诺 欧洲议会议员阿尼克亚多 强烈反对欧盟这种犬儒主义的做法 他表示 巴黎已经放弃了法国的荣誉 我们将在欧洲议会继续抗争 奪回真正的社会价值观 波兰对该协定感到震惊 对欧盟提出警告 与中共打交道不要太天真 法国外交部长佛朗克里斯特表示 中共必须批准劳工组织 有关强迫劳动的公约 这是红线 巴黎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仓促进行 荷兰方面也持相同意见 法国籍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曾发文表示 他并不相信中共给出的空头承诺 去反对这一项协议的签署 中共对香港人权和民主的打压 以及在新疆使用维吾尔人 强迫劳动的问题 一些欧洲政界人士对此深表担忧 有议员表示 欧盟急于达成该协议 对中共严重和持续侵犯人权行为 不采取具体行动 这样将损害欧盟捍卫人权的声语 据美国密博1月22日的报道 大选后美国社会对媒体的信任度 以降至历史最低点 超过半数人不再相信媒体 根据调查机构 拜特曼 和新闻网站 Azios独家共享的年度信任度调查报告 不到一半的美国人信任传统媒体 而对社家媒体的信任度 则达到27%的历史最低点 56%的美国人认为 新闻记者故意掩盖事实 报道假消息严重夸大旗词 蓄意误导公众 58%的美国人认为 大多数的新闻机构 在报道中刻意支持特定的意识形态 或政治立场 而不是以报道事实为准则 埃特曼在2020年总统大选后 再次对美国社会进行的调查发言 这个数字在进一步恶化 有57%的民主党人相信媒体 而在共和党中 这个数字仅得18% 在民主社会 新闻媒体被视为 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的 第四大权力 他承担传递事实真相 监督三权的作用 是立法、司法、行政 能得以有效执行的吹发一击 另外2020年8月31日至9月13日 盖洛普一项年度调查显示 高达六成的美国民众不信任媒体 也创下了历史新低 其中完全不信任者高达33% 比2019年5% 共和党人是这个变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